卫生部将同多个政府部门合作 加强电子烟执法稽查和教育宣导 以遏制电子烟在我国销售和使用 保护民众免受烟草产品的侵害 卫生部和卫生科学局发表联合文告说 当局合作共同监督网络平台上 非法收卖电子烟的情况 在关卡侦查电子烟非法走私到我国 以及在社区内进行随机检查行动 然而仍然有人通过网络或在海外购买电子烟 因此当局将加强执法措施 未来几个月卫生科学局和移民与关卡局 将在海陆空关卡加强机查 被发现携带电子烟和相关部件入境的乘客将被罚款 当局也将移除网上售卖电子烟的广告 同时也将加强在社区的执法行动 多个政府部门将同警方合作 在购物中心、公园和吸烟区等热点地区展开侦查 学校和高等学府也将加强机查和教育宣导 遏制学生吸电子烟 根据我国法律 使用或购买电子烟可被处以最高2000元的罚款 进口、分销或出售电子烟和相关配件 出饭可被罚款最高1万元 或监禁最长6个月或两者监视 不给你们看